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继续做我们这个开班信息这个练习 刚才这个练习呢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一个效果了 也就是说上边这篮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下边我们这个主要这个内容 内容呢 首先我们来说 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结尾的写好了 结构呢 其实我们就只写了一个这个DIV 它的class 叫做一个content 这个DIV指的是哪部分呢 指的实际上是我们图里边的 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以后呢 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个的第一个看到的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什么呀 它是不是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四个方向的这么一个边块啊 哎 有这么一个四个方向 我们放大一点啊 来看一下 四个方向都有这么一个实现的一个边块 我们来看它的粗细 它是一个一个像素的边块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设置一个DIV呢 我们先来给它设置一个边块 我们来看看这个边块 一个像素是一个实现solid的 然后看它颜色是一个DE 三个D 一个9 Ctrl C 一复制 这里边回到这儿来 我们来设置 往这儿来 这是设置我们这个内容 设置我们这个内容 直接来一个点 一个这个content content 咱们刚才来 先给它设置一个四个方向一个border 一个像素 然后来一个solid 然后9号 我们这个DEDD9 保存 这儿一刷新 走你 这个边块是不是出来了呀 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个边块它有点什么呀 不太对劲 为什么不对劲呢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边块干嘛呀 我现在有没有给这个content这个DIV设置高度啊 没有设置高度 没有设置高度 所以导致现在我们这个DIV它是一个什么呀 它是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比如说现在是不是边块重合到一起了呀 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它的高度 所以这个四个方向的边块看不出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干嘛呢 给它指定一个高度 或者呢 来在这儿随便写点内容 写三个A 然后我这一刷新 走你 这回是不是能明显看到这么一个边块啊 这个边块 那同学说了 老师 你为什么不给这个content指定一个高度 不就结了吗 那现在呢 我还不想去指定这个高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说这个内容这个块 最终其实应该是被我们的这个内容撑开的吧 所以这指定一个高度以后呢 我们就写死了 所以我希望什么呢 更灵活一点 可以去适用我们这个内容 所以高度就不指定了 待会儿把它由这些内容去撑开 由这些内容去撑开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写我们这里边东西 这里边的东西呢 我们先来看 首先呢 上边第一个叫做一个JavaE加云计算 这么一个全程就业班 那实际上我们来说 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么一个小标题啊 这个也是这么一个小的标题 我可以用一个标题或者干嘛呢 或者直接用一个DIV或者直接来一个P标签都行啊 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标题都行 其实包括我们这个近期开边 其实呢 你用不用包标题呢 都可以啊 用标题都可以 那这里边呢 我们就省点事了 这里边呢 我直接给他设置这么一个H3 直接给他设置一个H3 来 在这儿我来设置这个H3 来一个标题 标题里边有个文字 文字我们看叫什么呀 叫JavaE加云计算 然后杠一个全程就业班 JavaE加云计算 然后杠我们这么一个全程就业班 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标题 然后一刷新走你 这块字是不是出来了 字出来以后呢 然后接着再来看 这个字出来以后 我们再看下边是不是还有一系列的开边信息啊 这个开边信息很明显 它是不是这么一个这个列表啊 既然是个列表 所以最简单的我直接来什么呀 来一个UIL我们的这个无序列表就可以了 UIL里边我们需要放的是一个一个的这种什么呀 Li 但是注意啊 写之前你要注意点细节问题 包括我们这个标题 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来看这 你看我下边这个前端加N-5 这个全程接约班 它是一个紫色的 这个东西为什么是紫色的呢 M说了是紫色的 是不是代表它是一个访问过的超连接啊 也就是说我的这三个标题 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个标题 它是不是还应该是个超连接啊 哎 那甚至说包括我的这些什么开班时间呀 什么预约报名啊 这些内容 它是不是都应该是一个这个超连接啊 哎 那都应该是超连接 那我们就想了 那这个标题 包括我这个无序列表 它是不是都应该是写到一个A里边啊 哎 所以这里边你要注意啊 注意这个细节 所以这个H3 我这里边应该再放一个什么呀 放这么一个A标题 然后再来看我们这个UIL UIL里边放的是一个一个的这个Li Li里边是不是应该放两个超连接啊 哎 一个超连接放我左边这个开班时间啊 然后还有一个超连接放我这什么呀 预约报名啊 预约报名 好 那我们说干就干 来写这么一个Li Li里边我们来放两个超连接 来一个警号 第一个是我们的叫什么呀 叫做一个开班时间 然后冒号20160427 开班时间 然后呢 冒号2016 然后杠0427 嘿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0427 然后再往下我们还需要写一个超连接 然后看他写的什么啊 拿警号去做这个占预符 那写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叫做预约报名啊 预约报名 我们来把它写 在这来写 预约 哎报名这么一个字 然后我们这一刷新走你 哎 这个字是不是都出来了呀 而且现在还都是这么一个超连接 这么一个效果啊 都是这么一个超连接效果 哎 那虽然是超连接了 我们这块要看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块啊 那这里边呢 它都是超连接 但是它却有一些区别 我们发现 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红色的 这个预约报名 是不是也红色的呀 但是下边这文字呢 开班时间 还有开班盛况 都是什么呀 黑色的 而且这个红色的 它还有一什么呀 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么一个 加粗的这么一个效果呀 所以我们会发现 实际上虽然都是超连接 但是超连接的样式 是不是又不同啊 当然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现在我能不能去单独 给这些超连接设置样式啊 不能 因为这些超连接 和其他的事没有区别啊 包括这一块 这个2016-0427 实际上是不是仅仅是我 超连接里的一段文字呀 那现在我能不能给这 2016-0624 这个0427 专门去设置样式啊 那我们来看 现在能不能啊 你看 这个160-0427 跟我们这个开班时间 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啊 那没有什么区别 就导致我们不能再去给他 专门的去设置样式 那所以我一想 那我想给他单独设置样式 怎么办呀 那我要想给他单独设置样式 我说要体现出 他和其他标签的一个不同啊 所以这里边我们干嘛呢 我来做这么一个东西 来我写一个span 然后把这个0427呢 放到这个span里 接着呢 我再给他加一个class 叫做一个rad 那同样 我这个预约报名 也给他加一个span 来一个class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rad 当然这个名字呢 它不太好 因为这是什么呀 rad是不是表示红色呀 表示红色这个名字不太好 我们最好什么呀 根据这个意义去取名字 但是现在这一块呢 目前是无所谓的 所以我就直接来这么一个rad了 来这么一个rad了 好 我这里保存 现在呢 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待会干嘛呢 待会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rad 来单独去给我们这个 红色的字体来设置样式 红色的字体来设置样式 好 那我们先不理它 先给它控出来 这个结构我们写出来了 现在我们仅仅写出来 一个标题 还有一个ry 写完了以后呢 我们先来一点点写 那这里边呢 我们先来设置一下 我们这个标题的一个样式 标题的样式呢 我们先设置一下 这个什么样 这个字体 字体呢 这个标题 它应该是一个 这个字体啊 由于这个图的原因 我们就只能猜一下了 这个字体呢 看着它像是一个什么样 叫做一个有称线字体 因为你会明显发现 它这个e这块 它是往下勾了一下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有称线字体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就直接呀 你看这个字体 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字体 是不是很像啊 所以不妨 咱们直接用咱们默认 那个字体就OK了 默认字体就是那个送体 那咱们只需要去调整一下 它这个大小 大小我们来看看 大概估计一下 咱们简单去测量一下吧 这个大小是一个 这个高呢 是一个10个像素 那实际的高度应该也是12个像素就够了 那咱们默认的高度也是一个12个像素 那咱们这里边字体呢 就先不去给它处理了 因为这个字体应该跟我们这块字体实际上是 效果是 效果实际上是差不多 所以他们就不设置一个字体了 唯独需要设置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这个字体颜色呀 它应该是一个黑色的 并且有没有下滑线 也没有下滑线 而且不止它没有 我们这里边所有的超链接是不是都没有啊 所以这里边不妨 咱们来统一去设置一下 来 干嘛呢 设置我们这个内容 中的这个超链接 直接来一个点content的下边是什么呀 我来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color 来一个这个black 来一个黑色的这么一个字体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是不是要去除我们那个下滑线呀 去除下滑线 去除我们这个超链接的这个下滑线 那我们想想超链接的下滑线 我们要怎么去除呀 我们有一个属性叫什么呀 叫做text decoration 然后来什么呢 来一个 那我这一保存咱们再来看一刷新走你 哎这个超链接的下滑线是不是全都没了呀 哎字体也变成了这么一个样式啊 好 那现在呢这个标题这里边我们就给它设置完了 标题设置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下边这个开班时间 开班时间呢 这个字号应该是跟我们标题是一样的 只不过标题有一个加粗 而我们开班时间干嘛呀 他不需要去加粗了啊 不需要加粗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标题标题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这怎么还有一个 怎么还有一个点啊 这点是哪来的呀 哎 我们说了这个点是不是由于我这块用的是一个无序列表啊 这个点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无序列表那个项目符号啊 但是现在这玩意儿我们想不想要啊 哎 我们是不想要的 所以这里边我需要干嘛呢 我需要干这么一件事干嘛呢 哎 我要哎 设置我们这个哎 Ul的一个样式干嘛呢 我来一个Ul叫什么样 去除我们这个项目符号 怎么去除项目符号啊 我们叫做一个什么呀 ListStyle来什么呀 来一个这个 那一保存 咱们这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就没了呀 哎 这是去除我们的这个项目符号啊 好项目符号去除掉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来设置字体 字体呢 开门时间这几个字我都不用管了 但是什么呢 这个日期还有这个预约报名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红色效果呀 所以这里边我还要单独给他们设置一下字体 怎么设置呢 来一个点Countent的 下边什么呀 下边这个点一个Red 还记得吧 刚才我给他这个Span加了一个什么呀 Class叫做一个Red 哎我们来看一眼 说在这呢 哎我需要单独为他们设置一个字体 来这里边设置我们这个内容中的这个什么呀 哎红色字体 那我这里边呢 来一个这个Color 直接来一个Red 然后还需要设置一个什么呀 叫做一个加粗 加粗我们叫做一个Fund 一个Wait 来一个叫做什么呢 Bot 哎保存这里边再来看一刷新 哎这个样式是不是就出来了 哎而且现在跟我们这个图 里边这个字体格式呢 基本上就一致了啊 基本上一致 哎但是由于背景不同 你看着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差别 但是把背景去了哎就好一些了啊 就能好一些 好那这里边看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来看还有哪些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最明显的问题 我们来看现在我们这个图里边的预约报名是不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右侧呀 而我的这个预约报名是不是还在左侧呀 哎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预约报名是不是一直放到这个位置 哎那我怎么让它过去 哎同学说了 这东西还不简单吗 直接是不是让它向右浮动就行了呀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我让谁向右浮动啊 我是不是应该让这个A向右浮动啊 但是我们说了 我这个A和我下边这个A它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哎没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我要想让它向右浮动 那我还需要干嘛呀 哎我需要给它来一个class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right R-I-G-H-T 来干嘛呢 来标识 我是不是要让这个class为right的这个A向右浮动啊 哎一定要注意啊 加以区分啊 用一个class 好那这里边我们来干嘛呢 咱们在 在这写吧 因为这块是设置的A啊 我们来设置什么呢 设置我们这个右侧的一个A的一个样式 直接来一什么呢 来一个点content的点一个这个right啊 右侧 然后干嘛呢 我这来设置一个这个向右浮动 向右浮动 我们怎么设置啊 叫做一个float 来一个这个right啊 向右浮动 然后我这一保存刷新 哎是不是就过来了 哎这回这个位置就靠谱了啊 这回这位置靠谱了 哎看着写完了 还挺还挺好是吧 但是他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 来那这里边我们还需要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爱意 一六打开我们这个爱意泰斯 我直接复制一下啊 打开我们爱意六复制下地址 一打开我们来看一下爱意六 爱意六我这块刷新一下啊 我们来看哎呦喝 我一看爱意六这块一出来有点不一样了 我们会发现在爱意六里边 我这个预约报名是不是在这个开班时间的下头啊 哎下头 可是火狐狸是不是确实好好的啊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哎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就刚才写这个近期开班的时候实际上也用到了 我们说了 如果一个浮动元素上边是一个块元素 而且他没有浮动的话 我们这个浮动元素 他是不会干嘛呀 不会超过这个块元素吧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块元素 是不是相当于有一度强 我这个浮动元素 他是上不去的呀 哎上不去的 但是注意了 我的这个right上边是块元素吗 不是吧 哎是个A是个内联元素 所以这里边呢 在我们火狐狸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但是注意了 这个呢是我们爱意六里边的一个问题 爱意六什么问题啊 也就是说如果浮动元素的上边是一个什么呀 内联元素同样这个干嘛呢 他也是上不去的啊 也是上不去的 跟我们这个快元素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爱意六里边对这个内联元素 还有这个快元素是什么呀 哎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我要怎么解决问题啊 哎我可以干嘛呀 我可以让这哥们是不是向右向左浮动啊 这样两个都浮动 是不是有问题了 或者还有一招干嘛呢 哎我把这两个A调换一个位置 我把下边那是不是调上面来了 这回再看火狐狸显示效果没有变化 再看我们爱意里一刷新 是不是也OK啊 哎也OK啊 所以注意爱意六里边有这么一个小的问题 上面是内联元素 它也是浮不上去的啊 浮不上去这块注意点OK了啊 然后再来看爱意六里边发现这个字体 好像他有点 有点不太一样吧 哎所以这块刚才咱们偷了一个懒 没有去指定我们这个A的一个字体大小 但是呢你不指定的这还不行 这是不是出问题了呀哎这出问题了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啊 我们还是来指定下这个大小啊 来咱们来设置一下这个大小 那咱们量咱们量了是12个像素 设置我们这个字体大小 直接来一个这个放他size 来一个什么呀12个像素保存 我们来看爱意这一刷新 这是回来了哎 然后再看我们的这个这里一刷新 是不是也OK了呀哎 但是12个像素我们来看看啊 跟他们量这个感觉12个像素吧 又稍微的有点小了啊 我们来看这这是一个12没错 这里边呢量的是12个像素 那实际的大小应该是比我们这个12 像素是比较大一些啊哎 所以这里边啊咱们12还有点小 我来多少呢来一个咱们还是在这调一下吧 来我这选中这个A选中这个现在是12 我来调整一下这是一个1314嗯 嗯我们看看啊 来Ctrl1 14呢 14应该是靠谱的啊14这个大小应该是合适的啊 14这个大小应该合适的再看看12吧 感觉好像14又稍微的有点大 哦那可能啊这个字体还是什么呀 还是12啊还是12那咱们干脆咱们就不改了 还是让他来什么呀来一个12 12咱们还省事都是12就完事了啊 还是一个12那这一块呢 由于这个图的原因 所以这里边咱们去量这个字体都是很麻烦啊 很麻烦 所以咱们就取一个12 应该是12比较正合适 应该14呢稍微一点有点大了啊 有点大了好 那咱们就还是给他设置为12就OK了 好 字体这块我们设置完了啊 刚才我们看到什么呀 AE6这块 他这个有点什么呀 首先把我这个字给盖住了呀 那但是别着急 待会我们设置点东西就出来了啊 设置点东西就出来了 好 那这里边回到这儿 我们接着来看这块整完了 然后呢 我们刚写了一个RI 那接下来剩下那堆RI 我们是都可以给他补上了 哎 补上了 我们来看看怎么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第一栏 第一栏是我们招一加运算 减这个全程九月班 我们这一共有245个信息 刚才我这是写了什么呀 写了一个 其实简单了 我是不是直接把我们这个RI是不是 复制五份 复制五份 其实不是复制五份 一共是五个 我复制四份是不是行了呀 复制四份 来我这复制一个啊 直接复制我们这个RI 两个 哎 这是不是三个了呀 我这一保存 现在戳刷新 是不是就三个了呀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注意一个问题 注意哪个问题呢 你注意了 我上边两个字是红的 下边这个是不是变成黑的了 那变成黑的了 我这是不是还是红的就不好看了呀 哎 那我让他变成黑的怎么办呀 哎 很简单 你红的时候 你加了一个class叫ride 你黑的时候干嘛呀 你把这个class给他去掉 是不是就行了呀 哎 去掉以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得给他改一个字 这一块就不叫这个预约报名了 而叫什么了 而叫我们这个叫做一个开班盛况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改变一下这个文字 改个名 约报名 这改一个叫做一个开班盛况啊 开班盛况 而上边那个我们叫做一个无座名额报满啊 无座名额报满 哎 无座名额报满 然后我这一刷新 哎 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就ok了呀 哎 这样这个效果跟我们这个图里边就基本一致了啊 基本一致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走是不是还有三个开班盛况啊 当然我们已经写了一个再复制两个啊 刚才我这块整个工作是在复制我们这个结构 我这一保存一刷新 这个JavaE这个是不是就ok了呀 好 JavaE这个ok了 再来看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安卓加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全程就一边 它一共什么呢 一共有四个信息 一个预约报名 三个开班盛况 所以这里边我复制的时候 实际上中间这个无座我们是不需要的啊 不需要的 但是这里边呢我还是一块都给它复制过来 这里边整个Ctrl C 然后整个一复制 复制过来以后呢 我把这个无座名额报码啊 给它去掉 保存 这一刷新走紧哎 这是不出来的啊 然后呢我们来 把我们这个H5的也复制下来 待会再改文字 H5呢一个预约报名 还有一个开班盛况 就两个 咱们就ok了啊 所以这里边呢 我来复制这个前两个 这一块呢没什么难度 我就直接哎快速的操作一下了啊 直接我这复制一下 Ctrl CsR复制这个内容啊 然后呢我这里边只剩下前两个就ok了 然后一保存一刷新 哎整个这个内容是不是都出来了 哎当然高度还不对呢 别着急咱们慢慢去掉好 那现在咱们先干一件事 就是去修改我们整个这个文字 首先第二个 我们叫做一个Android的 加人工智能全程纪外班 所以这块我们得改一下文字了 第二个啊 我们叫做一个 这是第一个 扎我意义加均计算 第二个呢叫做一个Android Android 加上一个这个人工智能 哎全程纪外班 最后一个呢 我们叫做一个前端 加上这个Html5 全程纪外班啊 这我来改一个 叫做一个前端 加上这么一个Html5 全程纪外班 咱们看看它是不是大写的 哎全都大写 没错 一保存 这个字是不是改完了啊 哎这个字改完了 然后其实剩下的就不用改了 但是我们这块为了哎细节一点 我们干嘛呀 我把这个日期啊 开完时间也得改一下 这里边我们都对照着来看一下了 上边的第一个是我们这个16年的这个04 哎 咱们这块啊 把这图片啊 咱们给它往边放 咱们这样对照时间来改一下 第一个是0427 第二个是一个04 零击 然后再往下是一个0315 再往下我们是一个0225 再往下我们这是一个15年的一个1226 好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再往下我们来看下边 下边这个日期呢 是一个410 再往下是一个3月17 再往下是一个2月20啊 2月20 然后再往下是一个15年的一个12月23 好 这是这么一个 再往下我们看这个h5的h5呢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510 最后这个是我们这个0316 保存这块我们这个文字就改完了啊 当然这块文字呢 其实改不改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个文字呢 你写几号 其实差距呢 不是那么大啊 不是那么大 但是我们这块就改一下了 顺便给它改一下了 一刷新 哎 字都全 都变过来了 好 这一块整体的样式 我们给它设置完了 但是不是样式还没设置完 我们是内容填完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还要设置这个样式啊 哎 样式其实也比较简单了 我们一点点来 首先呢 来看现在我们这个整个 无论是标题还是UL也好 它都是严丝合缝的 是不是仅仅贴到我们这个边块啊 哎 边上 那现在而我们这个实际效果 是不是整个把这东西是往里挤了呀 哎 跟我们上面效果实际上一样 那最简单的方式 我是不是也给它设置一个左右 那边锯是不是行了啊 哎 那这一块那边就要给谁设置 哎 是不是也是给我们这个康陈设置啊 哎 同样你设置左右那边锯 不用考虑的宽度问题 它会自动把它往里去挤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那边锯 我们设置多少合适 这里边我们来量一下 从这到这 这是一个这个哎 咱们取个纸吧 20个像素 这边呢 哎呦 这边就不行了 这边我们来看看 这边需要一个28 也就是说左边是20 右边是一个28 给我们这个康陈的指定一个内边锯 康陈的我们来看 在这啊 我们来这来设置一个这个内边锯 设置我们这个内边锯 直接来一个拍定 左边哎 咱们上边不要 然后右边是一个28个像素 然后我们这个下边呢 不要左边是一个22个 哎 20个像素 然后我这一保存 咱们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整个就给他挤进去了 哎 整个给他挤进了 哎 这个效果跟我们图里边这个距离呢 基本上就哎 就一样了啊 就一样了 好 那接下来再看我们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的问题呢 就是哎 还有就是 上面这条距离 对吧 哎 上边这条距离 我们想想怎么设置 那这段距离 我还用不用给他设置 内边锯了 哎 当然你要想设置内边锯呢 他 也行 啊 你要想设置这个内边锯呢 也行 当然这里边啊 我们来看一个 看一个问题啊 看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 我们会发现这段距离 是不是正好在我们这个标题的上边啊 哎 你看 我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 是不是每一个标题的上边 是不是都有这么一点距离啊 那我一想了 那既然每个标题都有这么一个距离 那我干脆干嘛呀 我是不是给每个标题都指定这么一个上边的一个外边距是不是就行了呀 所以这里边注意啊 你在整这个图的时候 你观察一下啊 观察一下 那每个都有 我就直接整一个上外边距 这是我们说最省事的啊 直接我这块呢 来大概量一下 这块距离呢 是一个这个 咱们就干脆就来了一个什么呀 14个像素 我这块下边一看一下 下边14像素 是不是也正合适啊 哎 也正合适 所以这里边我给每一个标题 每一个标题 也就是我这个content的下边那个H3吧 哎 我们还没有写过H3 所以这边我们再写一个 边一个content 下边的一个H3 我们叫一个margin top 来多少啊 14个像素 好 这里边是设置我们这个内容中的这个标题 保存 这一刷新走你 哎 是不是整个标题就已经下来了 好 标题下来了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我们再来看 哎 标题是下来了 我们来看 哎 我刚才仅仅指定了一个这个上外边距 但是你发现 我这个标题和我这个文字之间 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距离啊 那这个距离 其实我们不妨干嘛呀 哎 再来一个下外边距 是不是出来了 哎 我们来看 这段距离是多少合适 这段距离呢 我们来看 哎 咱们就这样取这么一个值吧 就来一个什么呀 16像素 因为这个图你不能贴边两 贴边两就不准了 我们说了文字那个框 它不是什么呀 不是贴着 它是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文本框的 但是一个大小 咱们不能贴近 所以咱们这个值呢 咱们只能是估一下啊 但是不准的时候 我们再去微调一下 这个大小呢 我们就取一个什么呀 16就完事了 所以上边是14 我们再来什么呀 来一个这个下边 叫做一个margin bottom来什么呢 16个像素 这一保存 咱们一刷新 走你 哎 是不是下边这个距离也开了 哎 好 那这一块效果就已经好多了啊 就已经好多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要完成的工作呢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不是我们这个标题的事了 哎 来看这里边 我们实际上 你看我每一个开班信息 他们之间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距离啊 那这距离 我其实我一化身 你就看出来了 这个距离给谁指定合适啊 哎 是不是给我那每一个ry指定一个下外边距 他们距离是不是拉开了呀 哎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距离多少合适 这里边我来大概量一下 这个距离呢 它是一个这个15 咱们取个枕来什么呀 来哎 取个刷吧 来个14就ok了啊 来个14就ok了 所以呢 这里边我们来给这个ry 我们点一个这个content 下边这个什么呀 ry 我来设置一个margin bottom 来个14个像素 哎 这里边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为每一个ry设置 为我们这个内容设置吧 设置我们这个内容中的这个ry 来 我这一保存 咱们这一刷新 走你 哎 这块距离是不是也给他拉开了呀 哎 也给他拉开了 但是虽然拉开了 但是感觉跟我们这个图里边吧 还是有点差距 我们这个图里边这条线 是不是应该在最底下呀 这里边好像哪块距离啊 设置有点小了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高度跟我们这个图里边高度是不是不一样了呀 哎 咱们和还是这个问题 由于咱们这里边只是一个哎 这种测量这个图不太好 我们量的是不太准的 所以这里边我们设置完数呢 待会我们再去微调一下啊 再去微调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大体的样式给他设计出来啊 大体样设置出来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块设置完了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哪块需要设置的哎 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呢 哎我每一段开班信息下边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虚线的一个边块啊哎那这个边块我们说了它实际上只有一个我怎么设置啊 哎我可以干嘛呀哎我可以哎其实这没什么选了我只能干嘛了我给上边这个UIL是不是设置一个下边块啊再给中间这个UIL是不是再设置一个下边块就OK了呀哎那但是我们说了最后这个UIL我要不要设置哎就不用设置了因为他这块是不是没有了呀哎他这块没有了所以最后那个是不用设置了但是这里边呢哎我们要分别去设置两个月麻烦我采用这么一种方式啊来UIL在这呢啊UI在这呢我们直接干嘛呢统一为我们这个UIL 设置一个这个下边块来为我们这个UIL设置一个这个下边块啊下边块或者这里边要严谨一点直接什么呀点这个content下边的什么呀UIL啊点看下边UIL设置一个下边块我们叫做一个boulderbottom啊下边块明显一个像素它是一个这个带式的我们这个虚线的然后我们来看看它这个颜色颜色我这来取一下是一个什么颜色叫做一个哎第一三个D一个9 这个颜色来一个景号一保存是不是这么一个边块啊来我这一刷新走你哎这个边块是不是就出来了呀边块虽然出来了但是注意了下边这边边块 是不是也出来了呀但是我们说了最后这个UIL我们需不需要边块哎我们是不需要的所以干嘛呢来这样我直接在这个最后这个UIL里边给他一个class咱们随便写一个叫一个no一个boulder我要告诉他他他是不是没有边块啊但是你光这么写呢 还不行我还需要干嘛呀哎在这给他再去设置一个样式干嘛呢去掉取消我最后一个这个UIL的一个什么呀 边块啊直接点一个content下边点一个这个noboulder然后我们这来一个boulder来一个这个那一保存咱们再来看刷新一下走你哎下边那个边块是不是就没了呀哎就没了啊好你会发现加完这个边块以后呢这距离是不是又又拉开了一些啊哎但是整体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图上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差距 其实到这儿的话其实就已经ok了啊就已经ok了因为咱们做用这么一个图做出这么一个效果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干嘛呢如果我们需要跟那个图里边的再接近一点我们还可以干嘛呀哎我去调整一下我这个ly我是不是给ly设置一个margin bottom呀哎这个bottom可能我设置的有点小了那我给他加一点我一看哎当我设置到15个像素的时候我这个边块是不是正好到我们刚才设置那个背景的一个边缘啊 哎所以那可能是我那个距离设置稍微有点小了而我们说了15个像素应该是一个什么呀哎合适的值所以这里边我把这个ly改成什么呀改成一个15像素啊所以注意这种东西开发的时候我们去干嘛呀主观上看着效果ok就ok了然后我们再通过什么呀通过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去一点一点去调这个样式所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好那这一块写完了是不是就ok了呀哎就ok了啊 然后咱们这个绿色的背景还不太好把这个背景给他去了啊所以这个背景啊我们开始给他设置出来呢就是为了来看我们这个外部的大小那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给他去掉包括我们这个高度是不是也没用了呀一块都给他住掉一保存这一刷新走你哎是不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效果呀哎这么样效果啊基本上跟我们这个图呢哎基本上结构基本上比例是一致的啊那拿这么一个图做这么一个效果我们说目前的阶段呢就已经足够了啊就已经足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还有我们 什么地方可以完善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说了实际上这些开边时间包括这些标题呢实际上它都是一个这个这个超链接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这些超链接我放上去以后是不是鼠标确实变成小手了但是我这个超链接是不是没有一些样式的变化呀那这个东西呢我们说用户体验其实呢不是特别好那我们现在就希望什么呀当我鼠标一移入到这个上边以后我们这个样式是不是可以变个颜色哎我们这样 给一个更好的用户体验吧哎那这块我们要怎么做呀哎其实这东西就更简单了我们是不是直接给我们这个康腾的里边这个哎是不是设置一个伪元素啊哎我们那个伪类啊不是元素是我们那个伪类所以这里边我们来哪个伪类的呀我们叫什么呀哎或者为我们这个超链接添加一个这个后味尾类直接来一个点一个康腾的哎冒号一个后味我们直接改一个颜色咱们简单一点改一个什么呀红色我这一宝 保存咱们一刷新走你再来看一一路 这个哎需求一点点的调整就可以了这个呢没有什么硬性要求那总之呢咱们今天呢能把这么一个结构做出来咱们这块浮动啊包括一些简单的布局咱们就都可以完成了啊都可以完成了好那这里边我们看刚才我们这个i16哎哎6这块是不是也没问题啊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很不错的效果好那这块呢我们就平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哎把这个东西来写一下